繼續我們來關心這 十二年國民教育 一百零三年就要來增樓 為了要來拚免這 一國加制制度這個分教 國民部現在是在研究 高級重點教育發出案 跟相關的規範都寫入在裡面 出案裡面也說 十二年國民教育 這段學校的身體 不要寫棄這個部分 也有寫入在裡面 免治理校在科大辦理 今年已經有免治的比例到四生 現在免治要採取國中的信息 但是到一百零三年 十二年 又開始就不可以採取 而且教育部已經拿出國中 教育發出案來規範 不採集在校成績這個部分 如果說這個部分是 我們一個政策目標 我們就會明定在法的條文上面 然後讓各個縣市來遵守 國民教育立法正式提升和法律 到不就是想讓全國 可以有一樣的作法 不可以造成分證 而且草案也說到 國中子也要提供免治立法的名額 建政跟拜錄這些名稱也一樣 讓學生可以透過視訊入寫的方式 而不要大家都去透過考試的方式 去擠明星學校 要創造這樣的氛圍 那個比例才容易達到 否則定一個比例 那社會又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讓那個目標沒有辦法達到 免治立法比例上官會到達到45 但是因為這個比例是平均來看 不是真對國別的學校 所以到時候 如果是建政跟拜錄這些學校 只有提供5%到10%的免治名額也沒有違法 不過夠不強調 這些問題夠讓每一個官司處理 而且現在也是草案討論這個太過程 記者 李宗盛 新智民 台北報導